卢浩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不顾旁人的 上去就要踹自己屋内的丈母娘 丈母娘把媳妇藏起来 也不愿告诉卢浩她在哪里 一气之下 卢浩就直接上了脚 被母亲极力拉扯住的卢浩 这才冷静下来 女婿踹丈母娘 这可是天下闻所未闻的怪事 妻子一家人 到底对卢浩做了什么呢 卢浩掏出了手机 上面有一张孩子的照片 看着三个月大的孩子 卢浩的内心 涌过一丝暖流 烦闷的心 这才安静一些 可是 说起自己刚结婚的妻子 卢浩瞬间就变了一张脸 一个月前 妻子突然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卢浩的父亲 指着床上的被褥说道 儿媳回家的时候 直接把所有的嫁妆 和孙女带回了娘家 并且留下了一句 匪夷所思的话 谭浩的所作所为 让卢浩的父亲 很是恼火 他开始怀疑 这是不是 早就设计好的婚姻骗局 他拿出一本账单 光是结婚 就用了十万 家里的两层楼 也是刚翻新过的 刚开始对父母的疑惑 卢浩的心中 还留有一些念想 他让母亲 铺好床单 他有信心 再把妻子谭梦接回来 来到赵母娘 郑芝的单位房间 刚好偶遇 出来买菜的郑芝 只不过她的脸上 并未表现出太多的兴奋 她头也不灰 禁止往工厂的宿舍去了 卢家忍不住上前询问 谭梦人在哪里 赵母娘觉得 女儿是嫁到你家去了 现在来问我在哪 我哪知道 可卢家咬定 谭梦肯定在娘家 梁家人你一言我欲 吵得热火朝廷 郑芝为了证明 女儿不在家里 她打开门进了屋内 里面几张简单的周围 和一张床 看起来 不像是两个人生活的痕迹 但是 卢家清楚 郑芝肯定知道 女儿在哪 面对卢家说 他们结婚 骗财礼的说法 郑芝 说出了女儿 离家出色的原因 既然女儿是因为暴力离开 那为什么要说 孩子不是卢家的人 说起孩子的身世 她严慈闪烁 还护不清 就在这时候 卢昊的母亲忍不住了 男人 你说 recorded 你们 我们 你 你要 我们 你 这个 我们 部队 我 怎么 我 郑芝说,卢昊有暴力倾向,卢昊却总是说,谭梦总是打他,并且经常与别的男人聊天。 原来,卢昊从小,性格就比较内向,却少朋友,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孤僻,22岁的卢昊经过没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90后,谭梦,情斗初开的卢昊,开始了他和谭梦的第一段恋爱,对于卢昊来说,谭梦就是他的终身伴侣,经过一晚上相处,谭梦就南下打工, 四个月后,谭梦却突然说自己怀孕了,要求两个人结婚,22岁的卢昊被吓得不知所措,没有来得及怀疑,两个人就进入了婚姻殿堂,可是,婚姻被没有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发展,谭梦在和卢昊相处的时候,性格强势,在家里也从来不干活,更过分的是,谭梦猖狂地直接告诉卢昊,孩子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一开始,卢昊就有一些猜忌 就这样子,然后在广州那边怀个路,怀了个孩子,他说跟我说是我的,当时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的 当然是你怎么想,自己怎么想 我心里想,大部分可能不是我的,但是我也不能够完全说不是我的,这个因为这个 为什么不怀疑,为什么不怀疑,因为他跟我也只有洗一个晚上了,这个东西不太怎么好说 当从他的嘴里知道真相后,卢昊就把所有关于孩子的东西认了 谭梦自从一个月前回到娘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呢 卢家人一起来到了谭梦的老家 父亲的邻居说起谭梦,言语比较忌讳,生怕自己惹上事 他爸爸,他哥哥,他们家里都是牛子一样 从谭家邻居嘴里得知,谭梦从小个性要强,不爱学习 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 几年的一厢生活,让他的性格大变 爆炸头,小吊带,身上的纹身成了他身份的相组 如今,既然选择了和卢昊结婚,却不守复杂 屡屡当着卢昊的面在南方通话,这让卢家很是不满 为了确定孩子的身份,卢家要求去做亲子鉴定 知道了谭梦答应去做鉴定,可怜的卢昊抱头痛苦 他似乎想知道这个结果,但是又没有勇气去揭扫这个答案 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卢昊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得知结果后的卢昊却显得异常安静 他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这时候,卢昊终于说出了一个埋在心底里的秘密 原来,卢昊在和谭梦的婚姻期间 谭梦曾经多次当着卢昊的面,打电话给另一个男的 言语中透露出亲密和不舍 卢昊可能起初以为谭梦是为了气的 所以不断和男人保持亲密 但现在卢昊才反应过来 谭梦无非就是想给这个意外出生的孩子找一个合法爸爸 现在卢昊成了这个顶钢侠 他越想越气,准备去厂里找到谭梦问个清楚 在厂里依旧只有母亲正知一个人 他只是不断说自己完全不清楚这件事 妄图来掩盖自己女儿所犯的错 正在这个时候,谭梦回来了 两家人一见面,就把内心积压的怒火完全爆发出来 拉扯过后,终于看清楚这个90后妻子的真面目 彭松的头发,硬肿的身材 刚挨打过的脸颊上写满了愤怒 两家人 只顾为自己争个礼 但丝毫没有发觉 三个月大的孩子已经掉在了地上 好在被路人抱在了手上 不管两方如何争执 这个孩子是无辜的 谭梦为了自己的利益 却完全忽视了这个小生命 直到冲突结束后 谭梦制裁反应过来 把孩子抱回屋里 谭梦用纸箱做了一个简易的婴儿床 这就是孩子睡觉的地方 房间里也很少看见婴儿用品 看来,谭梦面对自己的孩子依然十分自私 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拒绝与任何人交流 似乎这样就能掩盖这个孩子的真实身份 卢家母亲回家后 就把谭梦的所有衣服烧掉 刚开始,卢浩还有所阻拦 不过最后他也想通了 最终,卢家把谭家以骗婚为言告上了法庭 本应该洗劫连离的庆家 现在却上法庭争锋相对 两家人的争夺 无辜的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生命 我想,谭梦根本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 就生出了这条小生命 他也没有决生自豪 让谭家人信任他 最后,他更是不懂法 最终,他必然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代价